多久没有在户外看电影了 花莲县文化局主办 花莲施工所协办 还有铁了新共赢团队 花莲日日共同策划的 铁道纳梁露天观影会 29号开始一连三天的晚上 是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旁的 福丁路上封街来上影 从北极特快车 施速列车到玫瑰 玫瑰我爱你 期盼邀请花莲的大小朋友们 一起到户外来消暑看电影 纳梁观乐是日本 在明治年经营进台湾的 日式休闲活动之一 有和亲朋好友一起消暑成梁的意思 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29日起三个晚上 策划了铁道纳梁露天观影会 七首专业户外电影团队 将一二管间的福亭路封街 邀请民众躺在躺椅上戴着耳机 环绕在日式建筑里欣赏经典电影 今年呢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在7月29号到31号 举办了一个铁道纳梁的露天观影会 那其实这样的活动呢 我们是希望园区呢 能够在暑假的时候呢 能够举办一个比较大型夏季 然后比较趣的活动 那为什么会用铁道纳梁呢 因为其实过去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 就花莲火车站的一个办公区 然后过去其实也是 日本人那时候来建造的 所以其实那时候 他们就曾经把纳梁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从日本带到台湾来 那就是习惯在夏天的时候呢 能够有举办一些 比方说表演活动啊 然后可能有 美食市集啊 等等不同的一些活动 来让就是炎热的夏天 可以有一个祭典的感觉 对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的一些主题 基本上都是延续着 我们在园区内的 品牌跟店家的一些 擅长的专业跟领域 像是我们这一次就办了一个 露天观影的部分 就是希望能够在 一管跟二管中间的马路上 那我们邀请了 Skylight Film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电影的放映的单位 对然后来到 从台北来到现场 那为我们举办一个 200席的户外的 就是电影放映 包含29日的家庭亲自场 北骑特快车 30日的施速列车 还有31日为华联人带来 1985年经典电影 玫瑰玫瑰我爱你 除了露天电影 下午还有主题市集 花莲人的铁之路 百年印象文件展开幕 另外还有户外装置艺术品 和华生客厅音乐会等 要让花莲铁道文化园区的夏夜 精彩丰富 记得讲方言 华联士报导 多谢观看